叔叔阿姨,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把货全部给他拉回来了 然后,这个事情暂时处理完了 你们就放心吧 安琪,来来,你们过来过来 然后我,因为我朋友这里,他这个仓库全部占满了 然后就先在这里放一下,等他有仓库了再说 我都卸完了,是吧 这样,然后,应该贾经理和小妹,等下你帮我,先把他送回去 那也行,行吧,因为他也帮我,帮我这么多忙了,是吧 我长时间在外面不好 那我等一下帮他俩去,那你呢 我等一下我找朋友,我先放在这里,我想办法把它处理一下 都放在这里也不行啊 没事,暂时在这里放一下 暂时在这里放一下 然后贾经理 我今天也给那个曹总打电话了,曹总现在回来了 回来了,应该我现在手里这么多事情,对不对 然后我跟曹总说,现在我也没有精力帮他管公司干嘛的 我就不去了那个地方,我就给曹总也交代好了,我要忙自己的事情 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他说我也想自己创业 然后在小妹这边嘛,你就帮我照顾一下 帮我照顾一下,然后 小妹那个工资啊什么的,我都给他曹总说了 然后你的就是说,问一个月一发,就是十天一发 因为你需要钱嘛,是吧,你给他们问你需要钱 但是,现在你身边同一个口号,你身边有信吗? 没事,没事,我先就把这些小事情处理一下 然后我还要想自己创业 因为也很多叔叔阿姨也支持我,等于说让我自己创业,行吗? 反正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支持 然后你这边嘛,也出来这么久了 到时间贝贝该提你意见了 没事,我那边好说 不知道你有什么事,你就先跟我说 然后要我能帮得上忙,我肯定去帮你 行行行,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我这个时候 能认识你们这些好朋友,行吗,也能你们过来帮我 说这话,太客气了,太见外了 你会说需要,我再随时不带 行行行,那这样安琪,你就先把他们两个送回去吧,行吗? 那你在这边就像 嗯,我等下联系联系朋友,把这些事情先 能处理的话,赶紧处理一下,行吗? 行,但是你有什么事呢,你就给我打电话 行行行,行吗,小妹 我也没有事,我必须可以回来帮你 行行行 那我们又先走了 行行 小经理,怎么了? 给你说点事,有啥事你说呗,咱兄弟俩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听说创业的关系 你也想出来创业是吧 但是,贾经理,说心里话,这点时间,你帮我做我多忙 你的为人呢,我也知道,在我心里面哈,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兄弟 但是,创业这个事情,我现在手里这么多事情,你也知道创业也不一定能成功,我也不想联理我身边的朋友 没事,就把你身边缘在的时候 你真的想出来自己创业是吧 那要不这样吧 你让我想一下,我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 你妈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然后 我如果是开始弄的时候,到时间,你要真的想好的话,我再跟你说好不好 你妈到时间,你要真的想出来,我到时间,那边找到那边,我也会打招呼 行吗 谢谢你了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行吗 先回去啊,小明那个事情,你帮我,知道吧,帮我照顾一下,行吗 行,你们走吧 行行行,慢点啊 行,慢点啊